双边大将胡彦硕请令出战 宋将批准,当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再看胡彦硕 盔甲整齐,命人牵马,手提双边,点兵一牵 在盲党山前列了队了 胡彦硕安下决心,飞打个漂亮的胜仗 生擒他们几个,回去脸上也增光 凉山的弟兄就喊开了 盲党山的裙口你们听着 赶紧出来烧死哦,快出来哦 盲党山的小喽啰一听,不敢怠骂 发脚跑进巨翼分赃厅 报,报三位头领,水不凉山的人 在山前列队讨阵 嗯? 他们还敢主动讨阵 嘿嘿嘿 真贪量的不知吃鸡王干饭呢 二位贤弟 量全队,叫他有来无回 对,对,点队 就这样 混是魔王樊锐,相冲离滚 三个人也点兵一千,在山下亮队 往对面一看,换人呢 不是九温龙使劲了 换个嗨一脸的 哗,这家真威风 翟葵谢甲平顶身高,能有八尺开外啊 面塞宾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 剑眉大豹子也一步刚然 画下马掌中一对双鞭 真是天神将士一般 凡瑞看法多时 把双锤一晃就要出战 相冲在旁边说话了 大哥,杀鸡烟用牛刀啊 别叫他们给唬住 这道号的我就能对付得了 请哥哥给我官邸撂阵 现在多加谨慎 知道了 八尾哪吒相冲 催马腰枪来到阵前 对面那黑汉 你是何人 胡言硕撇着嘴 稳如泰山上下打量打量他 一看也是个黑脸的 比自己的块头小那么一号 手里提着杖八舌猫枪 也倒有几分的威风 胡言硕冷笑一声 你问我呀 某父姓胡言单字朔 啊 相冲心里一方志 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双边大将胡言硕呀 啊,听说他原来保大宋 后来打了败仗了 也归顺了水不量山呢 诶,听说这家挺厉害 今天我要多加在意 想到这儿把手中枪一拆 胡言硕呀 就你这道号的还能有出息吗 别看你打量山打不了 你打我们盲挡山 照样也不行 来来来 某陪你大战一百和你招枪 啪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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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啪啪 二马盘魂斗在一处 说实在的 一身手啊 胡言硕这心里就有笔了 得看这相冲啊 也就是外表唬人 帮事还行吧 比自己那差多了 胡言硕心说 别要他的命 能治一福 不至于死 最好抓个活的 就是这个主意 胡言说打定主意之后 假打假战 也就是二十来个回合 假装力量头不行的是 不合马便走 怎么叫假打假战 没使真功夫 相冲一看 跑了 我还认为这你不好对付呢 闹了半天 前紧后松 我可不能叫你捡了便宜 姓胡言的 你跑不了了 催吧就追 这胡言说 人往前边拜 眼往后边兵 一看追上来的心中暗心 夹着这马的两肋 这马听着声紧跑得非常快 快快快快快 实质上 马皮子跺得紧 不出步 等着背后的来人 单说这相冲 他也不变真伪 就认为这胡言说不是他对手了 一心一 在后的紧追不舍 眨眼间追上了 双手拧枪笨 后心变刺 你给我 再这吧 人力 马力 枪力 呜 就冲上来 胡言说一听到了 好嘞 左脚一点凳 右腿一碰马的前甲板 这匹马 这匹马凭主人的呼唤 低流一转个 比人转的还麻利 这相冲一枪就没捅着 由于这个惯例 他是伸得往前一探 失去了控制 胡言说 马着一转过个来 正好到他背后 再看胡言将军 把双边交到左手 伸出右手 捧着一把 把相冲的腰带子给抓住了 像提小筋一样 你给我过来吧你 胡言说多大的劲儿 逼得起相冲的夹到 嘎吱窝 是回归本队 到了本队之后 使劲往地上一摔 哭通一声 叨 梁山的义军 扑过来 把他摁翻了 拿绳给勒上 战马兵器都得获了 单说混是魔王犯罪 在后边看的轻轻的 我兄弟 林分别之时我怎么交代的 你怎么这么大意 哎呦上当吃亏了 他刚想过去 飞天大圣李滚急了眼 这李滚呢跟这相冲 从小在一块长大的 他们都是配线的人 哥儿俩的关系好极了 他一看相冲 竟然抓了俘虏 后果不堪设想 他眼珠子都红了 灰马晃腔就上来了 姓胡言的 还我的弟兄 那名来快 找胡言硕玩命 胡言硕并不大话 把马学回来 无动双边跟他交手 一看呢 这主还赶不上相冲 听说我也逮你个活的 二十会合 二马一错凳 胡言硕 双边交到左手 青叔圆壁 你捧着一把 把他的腰带子也给抓住了 往怀里一蹬 你过来吧 你给我 这李滚还真平话 过去就过去 也被胡言硕是走马生擒 梁山的义军把他也捆上了 胡言硕连胜两阵 梁山义军是军威大阵 摇气大喊 大胜仗了 大胜仗了 胡言硕把边望空中一举 代替军令 冲 冲啊 冲啊 义军是各轮召枪 跟恶虎扑十四的 就冲奔忙当山 反对抵挡不住啊 率领着军兵的退回山寨 把寨门关上 扔灰瓶炮子滚木 雷石开弓放箭 胡言硕一看怕吃了亏 分子一声收兵 人家敲着德胜鼓 唱着德胜歌 回到营战 胡言硕在原门下马 双边挂好了 走进中军宝障 见宋江前来交令 宋江早就听说了 不住的点头啊 胡言将军果然威风拔面 连胜两阵 可继大功一次 请坐休息 胡言硕也客气了几句 往座上一坐 脚着是洋洋得意 宋江吩咐一声 来啊 把被俘之人带上来 向冲和李滚 窥头截备打掉 吴花大网 推进中军宝障 两旁人高声喊赫 跪下 跪下 给我们宋头领磕头 这俩人斜着眼角一看 哦 正坐那黑胖子 就是宋江啊 完了 我们是必死无疑了 俩人也没跪 闭着眼睛等死 拿着宋江 推暗而起 来到二人进前 亲截其往 你看宋江 专去这个角色 坐好人 把绳给解开之后 命人准备两把椅子 让二人坐下 宋江躬身实礼 二位壮士受惊了 小可宋江 这乡陪李了 这怎么回事 这这这怎么回事 俩人就一愣啊 宋头领 拜军之将 今天被俘 准死无疑 您您这是干什么 你们死不了 二位壮士 咱们都是站山的 你们站的是盲党山 我站的是水波梁山 我们有一肚子苦中 都是同路人啊 二位啊 如果不嫌弃 愿意投降归顺 宋某欢迎啊 我这 不杀我们 不杀 让我们投降归顺 正是欢迎 二位入伙 这 宋头领啊 多谢盛情 他这事啊 我们哥俩做不了主 还得返回山寨 请示我大哥 只要我大哥 梵瑞同意 我们没得可说 您看这事 二位啊 不必为难 我也不勉强 不是想回去吗 现在就放你们回山 希望你们见着 大寨主梵瑞 好生言讲 如果他想过来 我更是欢迎 如果不服 咱们再战不迟 来人啊 送客 把盔甲给了他们 两个人穿戴 整齐 在外的羞达达 上着马 提着兵刃 冲着宋江一抱拳 宋头领 您平信 俩人返回盲挡山 等一见着 樊瑞 樊瑞少了 你们怎么回来了 哎呀 我还认为你们死了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哥 大哥 这仗没法打了 我们能死 死还能回得来吗 让宋江的人 把我们逮住了 哎 宋江好棒啊 一点都没难 被我们哥俩 亲自把绑绳给我们解开 同时让我们坐下 还给我们抱全失礼 宋江说的十分忠肯 他希望咱们弟兄 归顺水波量山 到那入伙当头领 我们哥俩说了 不情是哥哥 不能做决定 宋江够意思 把我们哥俩全放回来了 让我们好生对大哥演讲 哥 你看这事咋办呢 宋江真够意思 那你们哥俩说呢 我看算了 归顺就归顺吧 人家水波量山多大的势力啊 又不小瞧咱弟兄 到那多伤心呢 我们愿意投降 你们愿意啊 我也愿意 好嘞 派你们哥俩回去 跟宋头领讲说明白 我就收拾山寨的东西 马上下山去见宋头领 你看这多痛快 哥俩见宋江就说 宋江大喜 列全队应接 把混世魔王樊瑞 接近中军宝杖 樊瑞咧着大嘴一笑 宋头领啊 我们跟你们打 简直是以卵击石啊 没那个实力 因愿投降 宋头领 您看着办吧 欢迎欢迎 凡是到水波量山来的 咱都是弟兄 平起平坐 都是量山的头领 那太好了 我山寨那山洞里 还藏着不少的粮食 一定都运到水波量山 这仗就这么结束了 宋江率领大队是胜利而归 这回又多了几员大将 还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品 天王朝盖自是喜欢 这宋江只要一出马 肯定胜利 山寨的实力日益壮大 这些头领是越来越多 容纳不下怎么办 这樊瑞啊 过去还当过建筑工人 会盖房子 樊瑞说这事您放心 想盖多少间交给我 要什么样式的画出图来 这事我包下了 拜托拜托 打这之后 樊瑞相冲和离滚 就负责监工 那梁山那壁面大透了 捡了块封税宝地 破土动工 建造房屋 要不人来的太多了 这一口信就多盖出几百间房子来 有独门独户的 有合伙住一个院的 什么样的都有 根据每个头领的条件 你是单身还是带家眷的 重新分配 一时住一时住啊 有个好住处 比什么圈强 大家搬进新房 非常舒服 心情也舒畅 宋江每天就在聚集厅 跟各位弟兄谈论 天下大事 但说这一天 古尚早诗签来了 回头点 我有事情禀报 大伙一见诗签全乐 这是个活宝 说话就有乐趣 宋江见的他也乐 那位说咱们总不提这事情 原来他另有伟派 他属于梁山外围 守北口殿房的负责人 专门接纳四方豪杰 比方说上山入伙的 有什么事 他传递信息 手下管这一百来人 所以咱才没提他 他没事不进大寨 今天来的肯定有事 宋江就问贤弟 有什么事情 回哥哥 昨天晚上啊 也就是帮掌灯左右吧 来个人 可这小的掌的缺德 满脑袋黄头发 黄眼珠子 个头也不高 骨瘦如柴 跟我站在一块 跟双棒差不多少 就是说话比我这伤粗点 我就发现此人可疑 此人跟我打听水不凉山 怎么个走法 我问他干什么 他说有急事要面见哥哥 我不知道他的戏底呀 为了多加谨慎 我给他吃了点迷魂样 他睡得现在还没醒呢 我已经派弟兄用船 把他运进大寨 请示哥哥法洛 哦 原来如此 把这个人抬上来 得抬上来 昏迷不醒呢 出去几个人 用那软担架 把这个人抬上来了 大家并惊观看 一瞅全乐了 石前说的一点不假 就在那躺的小个不高 骨瘦如柴 真跟双棒差不多少 宋江说 贤弟呀 赶紧叫他清醒 是喽 我这带着解药 石前从怀里掏出个小瓶 倒出点解药来 往死人的脸上一吹 真管用 时间不长 这位醒了 打了俩喷嚏 阿匹 阿匹 好睡 好睡 贼主说的这 把眼睛睁开了 觉得脑子还有点疼 他一看有点发傻 怎么这么多人 这房间怎么这么宽大 他放眼一看 周围的黑白丑菌高矮胖瘦 那真是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 听说我这 我这在什么地儿 正这手 石前笑了 蹲下身来跟他说 嘿嘿嘿嘿 朋友 清醒了 你挖了你住到我的殿房了 哦哦 想起来了 那这是什么地方 你不是想见我们头领吗 我把你带来了 请往上看 这就是你要见的宋江 宋头领 是 这位慌忙起来了 身子还有点晃的 稳住之后 往正座上一看 有几位头领 正中央的偏望朝盖 上锤手的胡宝义宋江 下锤手 军师无用 当然他不认识 他一看坐着仨头 他就问 哪位是及时与宋公明 宋江一指自己的鼻子 在下便是 哎呀 宋头领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这主说着就跪倒了 崩崩磕响透 宋江叫石前把他搀扶起来 找把椅子叫他坐下 宋江就问 阁下 尊姓大名 鲜乡何处 见宋某有什么事吗 别着急 慢慢说 有人给端过一碗水来 再看这个主 也没客气 一扬脖 一碗水全喝下去 把嘴角擦擦 谢谢谢谢 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因为我长得满脑的黄头发 我又瘦 江湖上给我送个戳号 叫金毛犬 就是那金毛狗 大伙一听都乐了 是个金毛犬 哎呀 我是边北的人 我姓段 我叫段井柱 哦 金毛犬 金毛犬 断井柱 那么你有什么事 哎 咱直接了当的说吧 不怕各位笑话 我是个盗马贼 为什么盗马呢 在我们边塞地方 过不了啊 兵荒马乱 你要是不干点外快 肚皮填不薄啊 就这样 我食神为寇 靠着偷马为生 说实在的 我一直想往水不量山 我最赞成的人 就是宋江宋功名 我打算到量山来入伙 但是我一拿嘛 我寸功未立 寸草未得 我进山里拿点见面礼 不是吗 哎 怎么办呢 我能偷马 我要偷一匹好马 送给宋头领 作为见面礼 说这话就是 也就是月初吧 我真发现了一匹宝马 呦 这马井真棒极了 据说是大金国王子称用的 哎 王子的马能错得了吗 有个绰号 叫赵夜御狮子 车马日走一切夜走八百呀 我就下了决心了 这样的好马 要送给宋头领 那可太棒了 因此我前去到马